继续请政委员立文发言 延续我上次的发言 从刚刚柯总招的心路历程听起来非常清楚 结果过去他主张陪审制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是一个政治斗争的策略 而现在主张现在的国民法官制 基本上就是因为觉得自己当权了 所以说他的考虑很多 这才是务实的合理的改革 但我认为错了 今天的主轴应该是代表全体民意的立法院 反映全体民意长期对司法改革的因因期盼 要求抗拒改革的司法体系 必须符合民意的要求跟期待来进行改革 但是因为满脑子想的都是朝野斗争 所以不知不觉当中 让民进党的执政党团 反而变成反动改革司法体系的橡皮图章 我觉得今天是在立法院vs司法院 不是蓝对绿不是朝对业 今天司法院的版本已经不是刚民进党解释说 为什么这时候不再支持陪审制 而是他连现在的参审范围都少得可怜 少得荒谬 他的改革幅度之小 之浅让我们无法接受 所以不要再扣在野党帽子 也不要嘲笑 揶揄在野党的版本 我们的人数少 是不会按照我们的版本通过的 在野党所提出来的所有版本 无非只是想要称大改革的幅度 加深改革的深度 但是不可思议的是 民进党竟然为反改革的司法体系 一路护航 这么可怜被阉割的参审制度 刚刚讲到了司改会议的高度共识 但是大家万万没有想到 被司法院如此大打折扣 我刚说的阉割掉的 辽背一格的改革 民进党居然照单全收 一个这么重要的改革契机 一个朝野都知道 必须回应民众对司改要求的氛围里头 民进党却一路让立法院沦为 司法院的橡皮图章 我觉得我们立法院输掉了 输给司法院 我觉得今天最大的赢家 是长期抗拒改革的司法官僚 就以今天这一题为例 居然还说这些被位的参审员 说位置太少 没有位置给他们做 司法院从头到尾 我们听到的理由都是何其的荒谬 没有钱 没有资源 没有时间 用这种芝麻绿豆的程序上面的 小的问题 资源的问题 这些是可以精算的 是可以调整的 都不能够 作为他们抗拒改革的理由 所以今天立法院必须 这些是可以立法院必须 在这些是我们的遗憾 与民进党的好处 好 谢谢郑委员 继续请林委员思维